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4號,星期一 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在節目的最後,我們介紹兩款智力於天然健康管理的產品 三高代謝寶,專注於三高管理與排毒 以整體療法全面調理健康,以及保氣18美,迅速補充體力,提升體能 請留意視頻結尾的分享 我們首先來看看兩岸新聞,下面請聽報導 一前共和黨副總統人選曼斯 證實川普和自己的手機受到中共黑客入侵 外界認為可能與試圖獲取兩黨競選活動的數據有關 而近期習近平重大批示全達軍級 目標鎖定川普當選後中共的應付措施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蠢蠢欲動 就連中共幹部、湖北省人大代表都反駁中共 女澳著名法學家袁紅冰教授 向看中國披露2024年9月的一份中共軍隊致富 體制內人士最近通告說 這個致富是由中共人民解放軍、聯合參謀總部、 國防大學和外交部抽調專家 組成一個一直關注美國大選的致富 向中共中央官委和官委主席辦公室 提交了一份關於川普如果贏得2024年美國大選 將引起的國際地緣政治變動的這樣一份報告 而習近平已經批示 將這份報告要傳達到集團軍和省軍區一級 袁紅冰引述中共體制內人士的話 披露了這份報告的詳細內容 中共軍方致富的報告認為 川普一旦入主罷工 必定會引發國際地緣政治的重大變化 這種變化首先聚焦於俄烏戰爭 中共體制內人士認為 習近平的這個舉動已經說明中共高層 現在基本認定川普將贏得2024年的美國大選 而中共也唯有面對川普 將再次成為美國總統的這樣一個政治局面 中共致富的這份報告認為 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的破裂 是美國與英國國際外交的一次勝利 使俄羅斯徹底退出強國的俱樂部 但是如果川普代表的共和黨 從掌美國政策的制定權 歐洲的整個地緣形勢可能發生顛覆性的變化 因為共和黨致富認為 美國應該盡快由歐洲俄烏戰爭中脫身 國際地緣政治的重心轉移到亞太 將美國的主要精力和國家能量轉移台海和南海 這才是中共最擔心的 中共一直支持俄烏戰打下去 目的就是引起全球對中共的關注點 這樣才好趁機對台下手 據CNN的報導 最新衛星影像顯示 中共似乎正在廣州廣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建造一艘新型開發平頂的航空母艦 這顯示中共可能正在建立全球 第一艘表面上是民用的航空母艦 這能進一步提升北京快速拓展的海上實力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聯合情報中心 前作戰處處長舒斯特說 中共正是加強海軍的作戰和後勤能力 鑑於一艘船艦的輕型結構 可能將作為中共海景起降 直升機或無人機的航空母艦 一個將會提升在南海和台灣東部海域的監控能力 而11月1日海外媒體報導說 美軍疫症積極、擴充和升級軍備技術 並與商業航運公司密切合作 整合航運路線是美軍危機供應鏈的一部分 就是確保在台海戰爆發時 後勤補給能夠充足且順暢 尤其是與中共發生衝突的情況 而如果川普入主罷工 中共不能完全摸透川普內閣的對中策略 近期川普更在集會上刊建喊出 如果中共出手 他將會將中共打得落花流水 另外他在羅根的節目書中 也談到了大約20條與抗衡中共有關的議題 其中就多次談到中共的軍事擴張 以及台灣問題 這次訪談也似乎可以提出完整的 川普對抗中共的思路 雖然川普和何錦麗都沒有直接說出 會出兵協防台灣 但值得關注的是 川普多次敦促台灣要出保護費 外界分析 這個如同為台灣買了一份保險 另一方面 川普多次喊出中共侵台 他將會對中共加收200%的關稅下 而目前中國攀升的高失業率 不僅成為中國經濟衰退的重大指標 亦成為中共政權不安的導火線 11月1日 《求是雜誌》發表習近平的文章 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 文章稱 就業是家務更加是國事 有評論說 習近平的文章 沒有找出失業率癥結和提供對政下藥的措施 只是想誤導百姓 將壓力轉向地方政府 誰能受得住 不僅是中國老百姓蠢蠢欲動 就連中共的人大代表也反了 X平台多則影片顯示 一名中共湖北省人大代表、律師 中共村支部書記 反駁中共惡法的影片在網上熱傳 原因就是村支部書記徐志新 在做直播幫助農民賣豬肉 但有人要去舉報他們獅子屠宰 徐志新表示農民要帶著豬肉 走3、4小時的路到城市中 再3、4小時拖回到農村 這是惡法 我們要對所有惡法說不 就事件 不少人評論說 在中國沒有幾個人夠膽這樣說 更不要說是人大代表 中共將當官的都逼到走逃無路 除了共匪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隨著美國總統大選日即將來臨 台灣面臨的安全局勢愈加緊張 11月3日台灣國防部表示 隨著美國大選臨近 中共的軍事活動再增加 目前偵測到37架次中共軍機出海 其中35架次於越中線及其延伸線 前往西太平洋進行訓練 這是台灣連續第二日報告類似活動 台灣國防部的聲明指出 這37架次軍機包括中共千十路、轟路、空警500 及無人機等各型主附戰機 為了應對中共的軍事行動 台軍運用聯合情監禁手段進行嚴密監控 並派遣任務機、艦及按置導彈系統進行應對 在此之前的11月2日 台灣國防部也報告了類似的軍事活動 涉及20架次中共軍機出海 其中11架次同樣如越中線及其延伸線 進入台灣北中部及西南空域 結存中共艦艇進行聯合戰備警巡 這種軍事壓力正值美國大選前夕 加劇了台海地區的緊張局勢 儘管美國與台灣並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但美國仍是台灣最重要的國際支持者和武器供應商 根據《台灣關係法》 美國有義務確保台灣的自衛能力 美國政府上個月宣布了一項 價值約2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計劃 引發了北京的不滿 此外,中共在上個月舉行的大規模軍演 也被視為對台灣政府的軍事鮮壓 正值美國即將在11月5日舉行被授目的總統大選之際 台灣正在密切關注選舉結果 台灣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忠表示 台灣對這次選舉的結果非常非常在意 因為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盟友 因為台灣政府高層人士也強調 美國兩黨在台灣問題上團結一致 台灣並不敢到過於擔憂 但仍需謹慎應對中共可能的試探 台灣的安全形勢因美國大選而顯得更加複雜 專家們指出 美國繼續與台灣合作 加強防禦至關重要 台灣當局將繼續密切關注局勢動態 並做好相應的應對準備 自11月1日起中共國家法改委實施了新版負面清單 在製造業領域全面取消外資准入限制 以日措施意味著外資和內資將享有同等待遇 然而儘管政策表面上積極 外資的實際反應卻顯示出 對中國市場的信心不足 外資淨流出已經創歷史新高 反映出外資對中國的投資吸引力減弱 分析人士指出 雖然取消進入限制為外資提供了機會 但外資企業面臨的法律環境和市場風險 依然令人擔憂 例如外資企業在中國 還需要應對如反間諜法和國安法等監管政策 這使得外資在中國的運營環境更複雜 此外近期中共當局對一些外資企業及其高管的調查 進一步加劇了外資的不安情緒 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經濟所助研究員王國神表示 外資雖然被賦予了與內資相同的待遇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因此而回流 外資仍然對中國市場持保守態度 尤其是在缺乏實質性政策優惠的情況下 過去吸引他們進入中國市場的誘因已經大幅降低 中共在產業政策上的不穩定和對私人領域的干預 令外資對未來的發展感到不安 促使他們採取更謹慎的投資策略 同時中國經濟的整體表現 也未能為外資提供信心支援 根據中共國家移民管理局的資料顯示 2023年上半年入境外國人數量僅為1725萬人次 遠低於疫情前的4910萬人次 顯示出外國人對中國市場的興趣大幅下降 航班數量的減少和港口作業的冷清 進一步反映了中國經濟的蕭條 更為嚴峻的是 根據中共外匯管理局的資料顯示 2023年第二季度外商直接投資FDI 正流出達148億美元 創歷史新高 二日趨勢與中國作為出口度 向營國家的定位相違背 外資撤離不僅減少外匯流入 亦對國內就業和消費造成連鎖反應 台灣的正經評論家吳嘉龍對此表示 中共所謂的擴大開放其實缺乏實質性的吸引力 更多的是一種應付外部壓力的表現 他認為目前的政策調整 是中共在很差的經濟形勢下被迫採取的舉措 目的是為了應對西方國家的脫勾斷鏈策略 而並非真正出於對外資的重視 我們來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近日網上熱傳 習近平視察中國導彈發射器的影片 據悉中共幾乎每天都在進行軍事演習 懷疑是為了入侵台灣做準備 而美軍卻將正在西太平洋的羅斯福號航母 調往中東 上駐日本的里根號航母 隨後也返回美國本土 軍事評論員沈周在《大紀元》發文分析 美國掌握共軍內部的情報 中共帳稅不合已經後方不穩 林肯號航母8月剛剛到西太平洋 就被要求向中東地區增援 待局勢緩和後 在中東的羅斯福號就返回美國 美軍在印太地區只留下卡爾文森號 和尼米茲號航母兩艘航母 9月份 美軍的杜魯門號航母本應前往中東 林肯號航母可以返回西太平洋 但杜魯門號卻一路駛向北大西洋 參加北約聯合演習以威懾俄羅斯 10月中共海軍航母 驅逐艦高調攪環台軍演 近日還宣傳雙航母在南海演練 然而美軍似乎不為所動 沈舟分析認為 美國海軍幾個月不在印太地區 最大的可能就是美國掌握了中共軍隊的內部情報 包括習近平已經不能完全掌控軍隊 如果北京出現將稅不合 發動戰事的可能性就顯著降低 因此美軍先決定將航母適數調離西太平洋 也不急於派出其他航母填補空缺 直到美國大選臨近 華盛頓航母才生生來遲 6月李尚福、魏鳳和被正式開除黨籍和軍籍 7月的中共火箭軍和軍委裝備部的整肅 應該還在延伸 航空航天領域的軍工單位正成為新的重災區 9月份中共罕見試射一枚洲製彈道導彈 估計主要想驗證一下東風31或者東風41的性能 軍委對火箭軍的確切能力恐怕不托底 近期習近平缺席了多個軍隊的重要會議和活動 表明中共軍委主席和軍隊高級將領之間互相都不信任 將稅不和是兵家大忌 美軍知道多數中共將領根本不想打仗 只是想貪腐和升官 現在的情況下更不願意開戰 而中南海也出現了權力危機 哪個真正掌權樸索迷離 若這個時候開戰 後方不穩就犯了第二個兵家大忌 中南海現在大概指揮不到軍隊 北京八一大樓裡的高級將領們 可能打算擁兵自重 這樣的情報自然會被及時送到五角大樓 美軍敢將航母調離西太平洋 應該也能解釋得通 美軍數月來有意不在西太平洋部署航母艦隊 表明美軍不僅掌握了北京內部混亂的情報 還基本確認了中共軍隊的罩門 美軍在關島、日本、南韓、菲律賓、柏奴 建立了分散式的航空基地 現在正準備恢復馬里亞納群島上的移戰機場 以充分發揮控中優勢 應對中共可能的冒險行動 現在中共仗勢不合後方不穩 對美國和周邊國家都算是好消息 若中共就此分崩離析 就更令人安心了 此外台灣政治學者明居正 表示中共現在覺得有兩個危險 第一個危險就是西方國家好像都要承認台灣 台灣好像要入聯合國 中共就要封殺台灣 否則這幾十年的努力就白費了 第二個萬一大家認同台灣之後 最後不認同中共點板 中共知道共產主義是違背人性 是大家痛恨的 中共想吞台灣 如吞炸彈 西方國家告訴中共不能吞 否則就真的不客氣了 因為台灣現在對國際的重要性 遠遠超過台灣很多人的想像 和第一季度一樣 東南亞國家聯盟 在第二季度對美國的出口額再次 超過了對中國的出口額 這表明中美貿易戰和地緣政治衝突的加劇 以及中國經濟的放緩 促使全球供應鏈發生轉變 美國對該地區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日本經濟新聞所聚集整理的貿易數據顯示 今年第二季度 東盟10國對美國出口額達740億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長11% 也超過了對中國710億美元的出口額 在東盟主要經濟題中 菲律賓對美國的出口 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幅最高 上升了35% 其次是越南和馬來西亞 根據世界海關組織的分類 對於半導體和機械產品 越南第二季度對美國的出口 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41% 其次是菲律賓 它的出口量增長36% 泰國增長16% 馬來西亞增長9% 隨著美中貿易戰和地緣政治衝突日益激烈 各國企業正在對中國去風險 達到供應鏈多元化 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越南一直是製造業 從中國轉移的最大10億國之一 由蘋果、毒、英、特、爾等美國公司 已經深入越南 已達到供應鏈多元化 此外 2018年開始的美中貿易戰 也促使各種規模的企業 開始因躲避關稅問題 而將製造業轉移到 越南和印度等新興市場 DNDIRE電腦掃描證券公司研究主管 巴里魏斯·艾伯洛輝瑞公司行政總裁指出 單憑美國經濟強勁無法解釋 越南對美國出口的增長 他說 越南在美國入口總額中所佔的份額明顯增加 泰國自1960年代以來 就因為它的龐大汽車工業 而被稱為亞洲底特律 隨著該行業經歷 向電動、汽車轉型等變化 泰國也推動半導體行業的發展 隨著高血糖、高血壓等慢性病 成為全球健康挑戰 很多人開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 台灣的陳先生透過使用三高代謝寶 終於找到他的健康指導 我們一齊來聽聽聽 我的糖化血息數是7.9 第一次吃完三個月後就降到7.1 接著再吃三個月就降到6 現在已經回復到正常範圍 血壓方面我也是一樣 吃了三高代謝寶之後 血壓也有下降 我現在把藥都減了一半 我都沒有跟醫生說 不過我測量了好幾次 都是回復到正常範圍 主要這個三高代謝寶 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狀 比如膽腐醇、三酸金油脂 還有高尿酸都可以改善 我腎功能本來就不是很好 本來是50 現在是52 好像陳先生一樣 很多關注健康的人都使用三高代謝寶之後 發現這一款產品 以純天然成分和獨家配方 能夠全方位改善健康情況 或者它就是你和你身邊的 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選擇 另外隨著三高代謝寶改善健康的同事 健康520也引入了新產品補氣18尾 補氣18尾 能夠迅速補充氣力提升體能 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多謝收聽本節的今天新聞 再會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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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